我们要来讨论一下 就是说 限跌 限跌 我差点写成限月令 限跌令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 看上去是个 维护 维护土利财政的 实际上在我的观点看来 限跌呢 事实上会使得 交易量 交易量大降 那么交易量大降 会使得 这个 哎呀 我们的观点是 我们的观点是 持币代购的人会变多 啊 就还有一点就是说 有大量房产的 在城市里 城市里有大量房产的 而且是在 一二 线城市 强二线以上城市 有大量房产的 很多是 老师说 是 啊 腐败的 由于有很大一部分 啊 很大一部分 啊 很大一部分 是 是 是这个 加入腐败的 啊 就腐败的 腐败的 记得利益 集团 成员 那么 现跌呢 那我说 如果放开房价 放开房价 让这个房价一下跌下去 那你比如说 他有个二十套房 他房价就算跌一半 跌一半 甚至一大半 他二十套房 能够套取很多现金 你知道吗 啊 他同样能够套取很多现金 因为他的绝对值很大 有一些腐败的地方上的一些官僚 啊 腐败官僚 他们的家族 那这个是在 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他们 他不是二十套了 那这 三十套 四十套 五十套房呢 你知道吗 如果不现跌 交易量大增 那么他们 是可以把这房子甩掉的 可以套取现金的 可以套取大量现金的 you understand 大量现金 说难听的 在地下钱庄 那洗出去 啊 有意思吗 或者说他可以换换换 据我所知最近比较流行的是这个 啊 就是境内抵押 啊 境内抵押 啊 啊 然后是在海外 接待 啊 内押外带 啊 啊 海外接待 带美金 有一些银行 愿意这样做啊 把 境内的房产 那他需要强二线以上 强二线 一线的热门地段 热门地段 啊 然后 抵押了出去 然后拿美金 然后出去 就乱出去了 乱出去跑出去了 至少他的家庭成员的一些成员就可以跑出去了 那么为了避免他们可以那么轻易的获得这样大量的现金说他怎么搞境内抵押押他有几十套房他可以把几十套房如果说啊不限跌房价降下去这个时候很多城市小资产 какие 一般的城市居民家庭 他就会交易量就能继续维持 现金就会出来 他这个现金套取了之后 他再买一些强一线强二线 所以我们会看到 会看到啊 就是说 强二线和一线城市的热门地段的房价 竟然还是涨的 你知道为什么涨了吧 因为他们会买 买这个东西之后 然后抵押了之后 借外面的贷款 然后跑出去就可以乱了 有没有吗 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 就一些热门地段 比如上海一些 或者说这个深圳 一些热门地段的房子的价格 甚至还会涨 还会略涨 略涨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 他大量处置房产 把房产好多卖掉 如果房价狂跌的话 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如果二手房狂跌 他们就会把大量的二手房卖掉 然后去买热门地段的房子 然后做抵押 拿到的是境外的账 开了一个户头的里面的美金 然后就跑掉了 对吧 在这个意义上讲 限跌实际上 它有一个反腐的作用 它有一个反腐的作用 防止套取 防止套取 一下子 一下子套取 可以让一个腐败家族 这个家族成员 还能接受得了的 那么大额的现金 大额现金 我希望 就是说好 有些自媒体讲这个限跌 它没有讲到份上 没有讲到份上 当然我们更不要说 如果说房价 整个崩盘的话 那么债务危机的引爆 而且就是说 上下游的房地产是好多环节 好多工程公司 有好多民营的 好多私人承包的 它不一定都有 它的利润率其实都很薄的 它的债务都会爆掉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当然有一些房 有一些房产公司 比如说昆山 最近就有降价30% 卖几百套 它交易量才 全是交易量 昆山这个一个地级市 才1700多套 它自己就降价 搞了200多套 然后被停 往前被它暂停了 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它当然任何政策 都有它的两面性 我只说补充一下 补充这一面 我补充这一面 让你们去思考 去思考 这可以说是福底抽薪 福底抽薪 就从这个当年华这个债务红线 债务红线的时候 后来恒大也出债务问题了 就已经是要动手了 其实是对于 其实是以大中城市 大中城市的腐败官僚 腐败官僚家庭 家族甚至说 和它的裙带 裙带网络 这个已经是一部分腐败官僚 家族群带网络 就已经是磨刀祸祸祸 像他们了 那么对房地产 这个经济模式的一个 他们就是 我说了 我可以很明确用术语来表明 它是编制资产阶级 地租实力资产阶级 但是同时 他们也是和地方的一些小的银行 捆绑着很紧密的金融资产阶级 那么但是呢 由于市场规律的存在 我们不可能完全 就是说你也不能就放任房价下跌 放任房价下跌 就会有 它的交易量还能维持 现在呢 这个房价是在那边 但是它交易量很少 交量少 这个时候他们跑不掉 跑不掉 没钱跑得掉 都锁死了 目前可以说是 都是一个锁死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的话 这些人要出去玩 只能去海南玩 you understand 这是我的观点 我的观点 什么叫刮骨疗毒 那么这个叫刮骨疗毒 那么对于无产阶级来讲呢 无产阶级本身买不起房 那我认为就在刮骨疗毒 这个阶段 夯食完成之后呢 那么共同富裕会提上热忱的 日程的 那么对于无产阶级来讲呢 对于工农大众来讲呢 就是说 我们乐见的是城市当中的 公租房 连租房 甚至说 我所设想的就是厂区 附近的免费公寓 免费的 长租公寓 长租工人宿舍 长租宿舍 这才 你要刮骨疗毒了之后 才行的 要把这些 地方上的腐败官僚的 既得利益阶层 要 就要 把这个深水区 撼动了之后 我们讲的这个 才有希望 明白吗 那么这是我的观念 这就是我的观念 我们追求的 我们希望看到的 是一个 无产阶级工农大众将来 老有所养 病有所医 在城市当中 能够扎下根来 那么 我们确实 目前是看到 有这么一个过程的 有这么一个过程的 这么一个过程的话 我觉得 有必要 就是说 在我的观点看来 限跌 不仅仅是一个 你如果限跌 你知不觉很 你不认为 这个是个逻辑上 背谬的吗 就是 比如苏州 地皮已经卖不出去了 地方财政 好多账户上都枯竭了 但是呢 它还是限跌 我的观点就是说 很明显 就是要 就是不想让他们 更多的现金流再注进去 再过分的 过量的注入进去 当然 当然说 这个话也只能我来说 只能我来讲 这就是我的观点 只能我来讲 尤其是这个 东南省份 东南沿海地区 东南沿海地区 的一些省份 它上面就是工业区 工业外贸 外贸 进出口比较活跃的 外贸地区 它这个地区呢 它这个 由于它工业发展的 这个红利 城市发展的红利 它实际上说 很多这个 腐败的 家族的 它的利益啊 其实说 就是变成这里的房层 变成这里的房层 几十套 小规模一点 世界二十套 大规模一点 上百套 可以吗 但这个时候是要刮骨 疗毒 这个过程一定会是一个漫长的拉锯过程 漫长的拉锯过程 那我要讲的 我要讲的就是说 拉锯都拒我都不会写了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过程是值得 呃 城市小赖 业集去等待一下 而且恰恰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可以调整到婚姻观嘛 对不对 你必定一定要 结婚了才买房 哦 如果是个年轻人的话 年轻人的话 适应这个租房状态 啊 不要过早的 背上巨额的房贷 啊 那这就是我的观点 这就是我的观点 要说服你的父母 说服你的父母 这个房贷呢 就是我的观点 是最终的话 最终肯定会回到合理区间 但是呢 在目前 在目前的状态之下 它不能一下跌很快 因为一下跌很快 相当于给 啊 要挂股疗毒的这个毒 给它续命啊 让它还能够跑 还能够run 啊 要等到数字人民币啊 就是说或者说一些 后面的步骤 一步步推进 啊 这样的口子才好 给它放开 好 那就讲到这里啊 那就是讲到这里 这就是我对于这个 呃一些 呃就是说 那你要我要讲的就是说 那呃呃呃 既然磨刀祸祸祸 像 地方记得利益集团 那那为什么他们还愿意执行这个限定令呢 因为限定令呢 还让他们有个盼头 还让这些人有个盼头 懂了吧 还让自己觉得哦 这个房价还能维持住 他的利益被保住了 他算一算算自己手上二三十套房子 按照限定令目前这个价格一算他觉得自己挺富有的 you understand 啊 他会恋债 啊 恋战啊 他会这个就是说 舍不得 这个瓶瓶罐罐 感觉吗 那么 这是一个心理战 在我的观点看来啊 这是个心理战 好吧 那讲到这里